两岸头条 天天有料 大家好 我是浩阳 今天是2020年12月17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台军称四架解放军军机 16号进入台所谓防空识别区 为12月以来架次最多的一次 蔡英文声称台防务预算被削减一半 江启臣痛斥起放假消息 台医师因反莱珠被查水表 64%的台湾民众挺县市来计零检出 近半不满意苏贞昌表现 赴台演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多名团员 确诊新冠肺炎 后续表演全部取消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 16号发布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活动情况称 四架解放军军机 包括运巴反潜机 运巴电子侦察机 运九通信对抗机 运巴技术侦察机 当天陆续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边缘绕行 并老调重谈称 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同时实施所谓广播驱离 与防空导弹追踪监控等作为 报道称 这是解放军军机 本月第11度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也是架次最多的一次 关于解放军海空军力战备巡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控军大校 曾明确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立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立法机构12月初完成防务预算初审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却喊话 遭删除冻结的预算都是未来5到10年 台防务战略中关键中的关键 国民党主席民意代表江启臣16号表示 明年度防务预算删减不到5亿元新台币 连零头都不到 蔡英文还据此放假消息 这是抹黑所有民代 江启臣表示台湾2021年度防务预算 3668亿元新台币 共删减4.9亿元新台币 冻结42亿元新台币 连零头都不到 国民党竟被说成党百亿预算 这不是假消息 什么是假消息呢 要求台防务主管部门说明 江启臣并向蔡英文喊话 好歹也关心一下数字 不要连明年防务预算都不清楚 台防务主管部门16号也发新闻稿 对此作出解释 即使如此 蔡英文当天在民进党中常会 主动提起前见预算被冻结 并对党团表现不满意 据转述 有党籍民代向蔡解释 但她不买单 仍坚称一口气被冻结一半 江启臣16号在国民党中常会 呼吁蔡英文正面回应在野党提案要求的情况报告 不是只是透过社交平台发声 江启臣批评监督执政是在野党的天职 民进党刻意操作预算提案 将在野监督的工作 当成政治攻防的攻击目标 不但缺乏执政高度 更把政策当成政治攻防令人失望 综合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报道 长期关注莱猪议题的台湾医师苏伟硕因公开指出 莱克多巴胺对人体有害 遭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认定为不实谣言 并将警方告发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通知其道案说明 苏伟硕表示 如果蔡英文当年可以说莱牛就是毒牛 自己现在也可以称莱猪就是毒猪 并喊话所谓 美国在台协会科学家拿出科学证据 面对面公开讨论莱猪问题 相关话题在岛内引发热议 苏伟硕今天表示 不会为难基层警察 他愿意配合道案说明 会带着与另两名专家和谐的 揭穿莱记安全神话小手册向警察说明 他指出这本册子 他之前也寄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陈时中等 想问民进党当局打压他 让他消音来记就安全吗 人民就放心吗 他痛斥民进党当局的作为是恶人先告状 但他不会退缩 要为下一代健康挺身而出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议员17号声援苏伟说 谴责民进党当局打压言论 顺我者昌逆我者查 国民党市议员陈梅牙表示 当人民对来际提出质疑 民进党当局居然动用公务机器追杀民众 国民党台中市议员罗廷伟今天与教育医师团体 到台行政机构中部办公室抗议 高喊绿色恐怖动起来良心医师不孤单 要求民进党当局行政主管部门高雄市政府公开道歉 停止查水表压迫反来猪人士的行为 台湾民众党团16号强烈抗议民进党当局此一作为 要求台卫生福利主管部门出面向苏伟说和民众道歉 停止这种荒谬的行为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距离岛内开放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不到半个月 台湾远见杂志16号发布实时民调 45.1%的民众不满意 民进党当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的表现 负评多于正评 莱猪议题显然是关键因素 尽管民进党当局要求实安政策需全台统一 却有高达64.6%的民众支持各县市自制瘦肉精领检出的规范 反对民进党当局强迫县市不得要求瘦肉精领检出的做法 此外民进党当局行政主管部门改组传闻不断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虽多次表态力挺该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但民进党党政人士直言握有改组大权的人 没有坚定地说出苏贞昌的保证任期 反而回过头来替他加油 代表蔡英文对改组的客观情势也无法掌控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赴台巡回演出 但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号公布岛内新增的7名确诊病例中 舞团有4人名列其中 台北市长柯文哲16号受访之言 其实前一天就以建议暂停舞团演出 批评他们当下根本没想那么多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16号确诊的俄罗斯籍文艺表演团体成员 共两男两女 今年11月29号入境台湾 揭持有登机前三日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 入境后致防疫旅馆检疫 12月14号检疫期满后 由邀请单位安排自费裁检后才确诊 若美主动裁检 恐怕就会直接演出 另一据报道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岛内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受访时证时 还有其他舞团的人也有确诊 其余被确诊的也是接触者 因此要再次隔离检疫 后续表演全部取消 此外 该中心日前宣布 12月4号至17号暂停印尼籍劳工入境 原定18号重启开放 该中心16号表示 鉴于印尼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自18号起 持续暂停印尼籍劳工赴台工作 并视当地疫情状况 再决定重新开放时间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